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密格大叔 這間高家涼麵在忠孝東路這邊 也是蠻知名的涼麵店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這是店正面的樣子 那他才剛開門而已 Menu就是牆壁上這樣 那重點就是他們的涼麵跟三合一湯很有名 老闆那我要一個大的涼麵 跟那個三合一湯 請問這間店已經開幾年了 30年 這麼久 那這個薑汁好像是算比較濃稠的 不會太濃稠 不會太濃稠 好 謝謝 這裏面的菜單會比較清楚 有興趣朋友可以看一下 當然不只賣涼麵 也有小菜還有這個 魷魚跟麵這些也是很有名 好那涼麵很快就好了 不過蠻奇特的 這個店裡還有爵士樂 這個這樣的Q4還感覺蠻不錯的喔 好那份量上的話應該算是中等喔 好它就長這樣 大量的小黃瓜絲還有蒜末 應該是蒜米啦 好那就把它拌開來吃吃看 好已經拌好了齁 好已經拌好了齁 好這個麵條看起來也是蠻Q的喔 好那現在吃吃看 醬子也看起來也是比較濃 嗯 麵條算是燒硬的口感喔 可是吃起來很Q喔 大概 有點類似通信麵那樣 但是麵條大叔喜歡這種口感 稍微硬一點 然後它的醬汁就比較濃郁喔 應該是 芝麻醬花生醬吧 芝麻醬花生醬 還有 白醋跟 白醋跟糖水吧 好那就是屬於台式的口味喔 口味算是 有一點點偏甜喔 但是還蠻好吃的 花生醬的味道也不會說 蓋過它原本醬汁的味道 醬汁的味道蠻均衡的喔 跟麵條搭配起來 很好吃 三十幾年的老店 很好吃 嗯嗯嗯 但是要多嚼幾下面條喔 但是醬汁都掛在麵條上喔 很好味好吃好吃 好這樣應該看得很清楚喔 好麵條他說要重複那句老話喔 麵條是基本款 醬汁是靈魂喔 麵條的軟硬都是店家決定喔 但是醬汁非常的重要喔 醬汁如果說沒有調好的話 這個麵條可以說是沒有靈魂 嗯 嗯好吃好吃 好加個辣看看好了 好那這一間店家自製的油鍋辣子喔 好大概加一匙啦 再拌開 好現在這個整個變得紅通通的喔 現在再吃一吃看看 嗯 嗯辣椒味跟花椒味蠻重的喔 這個辣椒辣椒好吃 有點偏外神口味喔 但是味道蠻重的喔 好 喜歡重口味的就建議加一匙辣椒醬 嗯這樣拌過之後 整個味道都出來了喔 好很好吃喔 好涼麵的部分麵條大叔給90分 嗯好吃 好這個是涼麵的介紹 好那這個他們另外一個招牌喔 三合一味噌湯 嗯可以看到裡面就是有蛋花喔 嗯味噌跟貢丸 好那先從湯頭喝喝看喔 好 嗯 嗯喝的出來是柴魚片湯底喔 好味噌的味道 嗯 嗯 鮮魚濃跟蛋之間喔 嗯 嗯 應該算是標準吃吧 麵條大叔都是吃比較重口味的 所以覺得稍微有一點蛋喔 好那蛋花看起來蠻軟嫩的喔 麵條大叔喜歡嫩嫩的蛋 嗯 嗯 蛋花有到我喜歡的標準就是嫩蛋 當然也有喜歡老蛋喔 麵條大叔喜歡嫩蛋 那這個我就蠻喜歡的 嗯 好那看貢丸好不好吃喔 總共是兩顆 嗯 嗯 貢丸也蠻好吃的 嗯 好 嗯 嗯 這個湯的感覺 80分好了 嗯 還不錯喔 這樣配涼麵剛剛好 好 那這個就是湯的介紹 也建議必點啦 也蠻好喝的 好那快樂時光沖沖過 那就是最後一個囉 油豆腐 好 看起來還蠻軟嫩的喔 然後上面是醬油膏這樣 嗯 嗯嗯嗯 好 這個油豆腐給麵條大叔 感覺是 普通 起司 好 好 這個油豆腐給麵條大叔 嗯 嗯 還ok 就 可是就也還蠻普通的 好 好 原來他們有一個小的Menu喔 再看一下 買700可以外送 好 這樣 好那這邊有他們的名片喔 高家涼麵 店名 跟小的Menu喔 嗯 電話還有地址 好 那店就是老闆跟老闆娘在長店喔 那都很親切 也平易近人喔 好 那店內的話 大概五人桌的位置有 9張吧 所以可以坐大概40幾個人 好 好那各位有來就祝貴用餐愉快喔 好 掰掰